白玉兰要过冬了 所以说就放到温室里面了 放到温室里面呢 本来是准备剪枝的 那我就将就拿来高空繁殖 就像这个一样 这个是两个月前繁殖的应该已经长根了 再长一阵就应该根就可以长出来 那也有这个高空繁殖的好像变黄了 有可能死掉了 没有关系 然后这边 这边多出来的像这个 这些高的准备拿来繁殖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一根 都拿来繁殖 这个位置准备反直 所以说 把这个地方 空出来 这个地方 先把它 环切 这个地方先环切 环切了以后 把这个环切的部分 这个地方的皮剥掉 这个地方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钳子 这不是有一个 这有一个洞吗 就直接 夹住这个地方这样扭 然后就可以把环切的皮剥掉 看我操作 就这么一下 环切的皮 一下就剥掉了 就不需要一刀一刀的 慢慢的剥 多扭几下 就把四周的皮 扭掉了 好了 这个环切的部分 就环切出来了 然后让它晾干一点 再把它包起来 用水草或者是用 没有很大营养的土 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了以后 用塑料薄膜把它割离 然后就让它慢慢长根 再来这一根 这一根也准备高空繁殖 所以说我就选这一段 先环切 切到木质部 然后环切一刀 我这个手是 这个手指头是用了力气的 所以说 它切的时候 就会切到木质部 四周完全环切开了 好 已经环切了以后 继续用我们的钳子 钳子一般每家 每个家庭都有的 然后加到你 环切的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然后这样扭 转一转 然后这个皮就剥掉了 你看 就已经剥掉了 剥得非常干净 然后再用钳子 这个有齿纹的地方 这个地方 再把它 现在再磨 就完全没有 剥得很干净了 这样 好 让它 干一下 干了以后再 把它高空 包起来 这一根 非常粗的 我准备 也拿来 高坑繁殖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还是一样的方法 先环切 切到木枝部 店银子 是 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环切完了以后 还是用我这个钳子 把皮剥掉 出的也是很方便 你看 这样皮就掉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喜欢假节的朋友要环切的时候就用我这个方法 只需要一把钳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绿绿的把它抹掉 四周 好 待会儿 待会儿这个地方干一点了以后 我就可以假接了 现在 给这个 环切的这个部位 涂一点生根粉 涂点生根粉 有利于他发根 然后这个是水草 水草是打湿了的 用水浸湿了 一挤就会挤出水来 这个湿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包起来 你看包的时候它还在流水 因为它的湿度是够的 用笋子把它扎紧 这个笋子好像短了一点 最后用这个绑带 把它绑紧就行了 就这种 这个绑起来很方便 在亚马逊 亚马逊买的 这样勒紧 你看多方便 这个让它可以 这样就绑得很紧了 好了 这个就嫁接完了 就等到明年春天再把它打开 看看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水草 水草专门拿来高尔空繁殖的 然后这个水草呢 我是用开水烫过的 你看还在冒热气 这样的话消毒 之前有太阳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 这个水草 我说都是拿来晒过的 一百多度 一百多华氏度的温度晒过的 这样的话就把一些细菌呢 都晒死在里面 然后用之前 再用开水烫了一下 所以说 它就比较 比较干净 没有很多细菌 你看这样 这个 捏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 现在还有点热 等它稍稍凉一点 再把它包起来 多弄几个 我今天 这一棵 高空繁殖 有八棵 八根 拿来繁殖 所以说 要准备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生根水呢 生根粉可以直接 直接涂到这里面也可以啊 待会包的时候 正好就包到这个位置 生根粉 这样有利于它发根 很方便 就是说每一步都要把它 做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用那个不用的口袋 大一点比较方便一点 大一点的话 它包起来 就没那么 每个地方都包到严严实实的 这样的话 它就会在里面 起到一个小温室的作用 把它包起来 保湿保温 然后又放到这个 green house里面 green house里面呢 所以说它冬天 即使是外面下雪 我们这从来不下雪的 即使是零下多少度 也不怕了 因为 green house里面 最起码不会下零下多少度 现在准备 这个地方已经干了 所以说要把它包起来了 用这个水草 水草上面放了一些生根粉 看到没有这个白的 就是生根粉 所以说我就要把它包起来了 就先把它包起来 包紧 包盐 酥雷蛋大一点好包 让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再用这个袋子 把它删紧 删紧 先 穿过来 穿过这个洞 然后这边 我喜欢这儿绕一圈 绕一圈 铲紧了以后 再把它穿过 穿过这个洞 要让它紧一点的话 就用钳子 钳子 在价钱上面是万能的 把它删紧 好了 这个就高空繁殖的 这一颗 也是等到明年开春的时候 再打开了 然后现在 这一个 这个地方 再加这一颗 这已经 还是有点湿 没有关系 然后还是用这个 水草 水草中间有生根粉 把它包起来 后面 梅里 马资 再打开了 都是 竹子 帮忙 再打开了 那么 删 包起来以后还是用这个袋子 给它绕一圈 然后再把上面的包紧 手势没那么大的力气把它拉紧的 所以说 拉得很紧 这个又成功的把它包上了 多给你们看几棵 然后你们就会操作了 这个地方是我搬白玉兰的时候把它碰断了 碰断了以后 然后你看这一棵树是这样长似的 碰断了以后 我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都长根了 这个地方 长根了 那我还是把它包起来吧 包起来以后 如果这个根长出来以后 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剪断 然后用这边 这一节就埋在土里 如果它长了根的话 这一节埋在土里 然后这一只就变成它的组织了 所以说 这个地方把它包起来 让它长根 长了以后 明年再来看结果 就这样包起来了 用水勺把它包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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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让它长了 从来没有这样的假结 从上面 试一下呀 所有的假结 都是要尝试一下 才知道成功与否 今天这棵玉兰花 假结了八只 高空繁殖 一颗 两颗 三 四 五 六 然后那上面两个 七八 然后 假结好了以后 就不管它呢 一般 一般都不会干水的 因为里面水草里面很很湿 差不多过一个半月可以看一看 拆开一个看一看 长根情况 或者是看看水草有没有干 如果干的话再补充点水分就可以了 它就会慢慢的发根 因为这个玉兰花繁殖的话它是比较慢的 特别是现在又是冬天快到冬天了 所以说 冬天呢它也是属于休眠的时候了 但是放到温室里面的话它就不会休眠 而且还会继续开花 我这个玉兰花是白玉兰它是 如果温度合适的话 一年四季都开的 所以说 品种是非常好的 可是 侯而客 稍后